大家好 在上一集中我们已经介绍了 基本的类神经网路语音讯号生成模型 以及近期研究一些趋势 这一集我们要介绍我们团队所提出的 Quasite Periodic语音讯号生成模型 这是这一集的大纲 我会先讨论一下基于单一类神经网路的生码器 有什么样的缺点 接着介绍我们团队提出的解决方案 PTCNN跟QPP Structure两个模组 以及根据这两个模组我们所提出的 QP内和QPPWG生码器 然后我会讨论一下他们内部语音生成的机制 最后总结一下我们所提出的新方法 在上一集的影片中 我们总结了目前主流的语音生码器 Recorder 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基于深圆滤波模型 Source Filter Model的生码器 而这样的模型呢 其中包含了基地讯号生成 Excitation Generation 以及拼曝绿波 Spectral Filter 两个模组 而当生成语音的时候 深码器的输入是语音特征 输出是语音波形 而第二类是基于单一类神经网路的 语音生成模型 它输入可以是语音或是文字的特征 而输出同样是语音波形 虽然近期的单一类神经网路的语音生成模型 例如WaveNet 它在自然语音的生成上表现非常突出 那由于它们纯Data Driven的特性 且模型缺少对于语音Prior的知识 造成了这些模型缺乏了对语音各成分的控制能力 因此这一集呢 我们将介绍我们团队起初的动态调整模型 QPNET跟QPPWG 它们可以依据输入不同的基频特征 Fundamental Frequency 也就是FDRAW 去调整类神经网路的网路架构 藉由这样的方式呢 为语音生成模型引入了音高的资讯 加强它们对音高的控制能力 我们知道语音讯号是一个准周期讯号 一个Quasi-Priority的讯号 其中包含了具有长时间关联性的周期成分 以及具有短时间关联性的非周期成分 因此在单一固定架构 且模型不具有许多关于语音讯号Prior知识的情况下 去同时model这样一种成分是低效率 我们以这张图为例 在固定长度的感知域内 Rusetfield内 同样的取样点跟同样的取样密度 对于完整的截取非周期讯号是必要的 然而对于周期讯号而言 则是过取样的 这代表多取样道的点 并没有带给这个模型更多的资讯 此外由于单一类神经网络 直接去model完整的语音讯号 生成模型并没有分别去model 语音讯号的单一成分 所以即使你想要藉由局部的改变 语音输入的语音特征 来控制语音的特定成分 依然会因为模型缺乏相关的知识而失败 我们以我们这一篇的重点 音高为例 当我们只改变输入语音的 语音特征的F-Zerole的时候 WefNet或PWG通常难以生成品质家的语音 亦或是他们生成的语音的音高 与我们输入的F-Zerole不匹配 我这边有一些例子 首先我先播放正常音高的语音 第一个是自然的声音 The hills ran up clear above the vegetation inspires of naked rock 第二个是PWG产生的声音 The hills ran up clear above the vegetation inspires of naked rock 第三个是我们所提出的QPPWG 所产生的声音 The hills ran up clear above the vegetation inspires of naked rock 我们可以发现 不管是PWG还是QPPWG生成的声音 都与原本的自然语音非常类似 接下来我放两倍音高的声音 第一个是我们期望它听起来的样子 The hills ran up clear above the vegetation inspires of naked rock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音高已经整个变高了 然而接下来我播放了 是PWG产生的声音 The hills ran up clear above the vegetation inspires of naked rock 我们可以发现 PWG产生的声音的语音的品质下降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的音高 却比我们所期待的音高 低而不少 最后我播放我们 QPPWG产生的声音 The hills ran up clear above the vegetation inspires of naked rock 我们可以发现 虽然QPPWG的声音 的音质依然有下降 但下降的程度 比不上PWG下降的程度 整体的音质 还是比PWG产生的音质来好得多 而且最重要的是 QPPWG产生声音的音高 与我们期望的是比较相近 接下来我就要介绍 两个主要核心的模组 PTCNN跟QP Structure 首先是PTCNN 我们知道对于CNN或是 DirectedCNN DCNN主要弱点就是 他们的 Kernel是固定的取样的几何架构 我们以一个Kernel大小为二的 一维CNN为例 他们的convolution运算是可以用这样表示 Y就是CNN的featureMap I表示输入 O表示输出 WC和WP分别为 现在Current讯号点 以及过去Previous讯号点的 类神经网络权重矩阵 是一个需要学习的权重 而T是时间索引 D则是Division Size 而对于最基本的CNN而言 我们D就是设为1 代表着每个时间点的卷积运算 其实是取现在时间点的输入 以及上一个时间点的输入 而对于DCNN而言 D则是设为一个特定的常数 代表着每个时间点的卷积运算 皆是取现在时间点的输入 以及之前特定时间点的输入 然而这样的设计 使得CNN跟DCNN 失去了针对不同的输入 决定取值不同时间点的弹性 接下来语音是一个准周期的讯号 而且它的周期是随着时间改变的 我们就根据这个特性提出了PTCNN 而对于PTCNN来说 它每个时间点的Division Size Dip Point 皆会随着当时的FDU去改变 进而达到根据当前讯号的周期性 去更有效率的做卷积运算的目的 而对于PTCNN的实现来说 如果我们直接去改动CNN架构 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因此我们实作的时候 采用了两个小技巧 第一个是分离CNN Kernel 第二个是重新排列输入的Feature Map 以这张图为例 一个2乘1的CNN输出 可以等于两个1乘1的CNN 的输出的总和 而这两个CNN 一个是用于计算当前时间点输入的CNNC 以及用于计算过去时间点输入的CNNP 因此这个步骤总共包含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 就是借由F0 我们去算出我们所需要的每个时间点的Deletion Size 接着呢就是我们去重新排列CNNP的输入的Feature Map 藉由这个Deletion Size 我们去重新排列它 然后最后呢 我们再将CNNC与CNNP的输出相加 这样就可以达到实现PTCNN中 依据每个时间点的F0 去改变那个时间点 CNN运算Deletion Size的目的 透过这样的设计呢 对每个时间点而言 内神经网路皆可以根据当下F0 去得到相对应的感知域大小 如这张图所示 即使这个序号A跟B 它们的频率是不一样的 但因为PTCNN根据它们的F0 去改变它们卷积取样点 与点之间的间隔距离 使得它们感知域内 都同样涵盖了两个周期的讯号 由于语音讯号的同时 包含了周期与非周期的成分 我们提出了一个QP Structure的模组 让模型可以同时model两种成分 QP Structure里面又包含两个子模组 Fixed Block跟Adaptive Block 在Fixed Block中 我们用了速成的DCNN 去model具有短时间关联性的非周期成分 而在Adaptive Block 我们则是用了速成的PTCNN 去model具有长时间关联性的周期成分 而且Adaptive Block的模型架构 是会随着那个时间点的F0 去做改变的 首先我们将QP Structure 应用在WaveNet的Code上面 而提出了这个QP内 而这个QP内跟WaveNet最主要的不同点在于 我们将部分的Fixed Block 用Adaptive Block去做取代 所以借由这个QP Structure 引入这个语音准抽携性的知识 即使输入了F0 不包含于训练语料 训练语料中F0的范围 QP内依然可以大幅提升 深层语音的音高准确度 此外由于这样的机制 是更有效率的去拓展感知语言 我们QP内的模型大小 只需要WaveNet一半 即可达到差不多的音质 与较高的音高准确度 然而由于它还是一样采用 自回规Auto-Regressive的机制 而且它的模型 虽然说是WaveNet一半 但依然非常大 所以这过大运算量 使得QP内生成语音的速度 只提升了一倍 依然是无法实现Rewatime生成 为了实现Rewatime的语音生成 我们接着将QP Structure 应用在采用非自回规机制 Non-Autoregressive的PWG模型上面 然后我们知道 因为PWG的Discriminator 跟Multi-STFT模组 非常有效地辅助了 PWG的generator的训练 所以在我们提出的 QP PWG中 沿用了这两个模组 而我们主要的改善就在于 我们把PWG的generator 引入了语音准周期的知识 所以即使这个PWG的模型 已经非常小 PWG模型大小 它只有Wave内的3%而已 但我们提出的QP PRG 还可以再进一步降低 大概三成的模型大小 同时保有差不多的语音品质 跟较高的音高控制度 另一方面 如果把我们提出来的QP PRG 跟我们之前提出的QP內 做个比较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 它们主要的不同的地方 有第一个是 QP PRG采用的是 非自为规机制 Non-Autoregressive的机制 而且它的输入呢 是除了语音特征之外 还多了百查询 而输出呢 则直接是语音讯号点 而Wave内跟QP内 它们输出呢 是语音讯号点的几率分布 这跟QP PRG跟PWG是不同的 以及我们的QP PWG呢 它的模型大小 只有QP内的5%而已 而根据我们实验的结果 我们提出的这个QP Structure呢 不论是应用在 采用自回规机制的Wave内 或是采用非自回规机制的PWG呢 仅仅在降低大概三成到五成 模型大小的情况下 达到差不多的音质 以及改善模型音高的控制能力 如果你对这个细节有兴趣的话 欢迎参考我们的Paper 然后呢 因为PWG跟QP PRG 它们都是直接输出语音的波形 所以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去分解模型 去了解它们内部语音生成的机制 如这张图所示 我们画出了那个Skip Connection 累积的输出 可以发现呢 第一个事情就是一个有着20层 recedural block 就是有20个block的PWG呢 它的每一层呢 就是同时针对语音的周期跟非周期的成分 产生部分贡献 当我们观察我们所提出的QPPRG 而且我们的QPPRG是一个前10层是 adeptive block 后时程为fixed block的一个架构 输出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 它的前面的时程呢 主要是在model 类似记忆讯号的语音准周期的成分 而后时程呢 则是在model类似 平谱包弱线 这种非周期的成分 而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我们把QPPRG的组成顺序 改成前10层是fixed block 后时程为adeptive block 而根据这个累积输出的结果 我们可以发现 这样子就会变成 前10层是在model类似 平谱包弱线的成分 而后10层呢 是在model类似 激励讯号的语音准周期成分 所以这个视觉化的结果呢 就证实了我们对QPStructure的假设 我们的adeptive block 主要是在model 有着长时间关联性的 基频相关的语音成分 而我们的fixed block呢 主要是在model有着短时间关联性 平谱相关的语音成分 虽然这个QPPRG呢 是一个基于一个单一类神经网络的语音生成模型 但是因为我们在里面堆叠了两个模组 这样的架构呢 就非常类似于 深圆滤波模型 Source Filter Model 这个我们里面的adeptive block 就可以类比于 激励讯号生成模型 而我们的fixed block 就可以类比于平谱滤波器 于是我们如果把它跟同样采用非智回归机制 以及DCNN的neural source filter模型去做比较 我们就可以发现 这QPPRG呢 跟NSF最主要的不同就是在于 我们在QPPRG里面呢 基地讯号生成模组 是用类神经网络去做实现的 此外呢 让模型动态去调整 它所感兴趣的区块 动态调试模型注意力的机制 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deformable CNN 模型呢 就是一个经典的范例 deformable CNN 它在物体侦测的领域 取得非常显著的成果 我们现在来解释它里面的机制 首先如第一张图所思 在一个有着三乘三kernel的CNN微粒 这个取样点就是这个蓝色空框处呢 的几何形状是固定的 所以当我们希望单一个kernel 可以覆盖较大的区域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使用DCNN 而DCNN就是在kernel取样的 几何模型依然是固定 但是我们去增加它们取样间隔 虽然这样覆盖区域确实变大了 但是几何模型是固定的 所以连一些我们不感兴趣的部分呢 都被包含了进来 因此呢 deformable CNN 它就是采用 让类神经网络自己去学习 根据当时的输入讯号 去改变它kernel取样点的位置 而这样呢就可以让类神经网络呢 去抓到它真正感兴趣的那一部分的讯号而已 而这样就可以更有效率的去截取空间上的资讯 而deformable CNN的概念呢 跟它实现的方式呢 其实跟我们的PT-CNN是非常相似的 两个皆是借由改变输入的feature map的排序方式 来达成kernel取样点变形的目的 而主要的差别呢就在于 deformable CNN是利用各类神经网络 去预测feature map新排列的方式该是怎么样 然而呢 PT-CNN呢则是根据当时输入的FD-Roll 跟生成语音的取样频率来计算出新的排列方式 因此呢PT-CNN就可以说是deformable CNN的一个特例 而第二个不同点呢就是 对于每一层deformable CNN而言 它只会预测一次feature map排列的方式 当然对我们的PT-CNN而言呢 每一层PT-CNN的每一次科更容预算 我们都会得到一个新的排列方式 所以这也是跟deformable CNN不同的地方 最后总结一下 我们所提出的PT-CNN是一个实现简单 而且额外预算量很低 复杂度低的模组 所以它可以很简单的就整合进任何的CNN模型 而QB Structure呢 则是实现了类神经网路架构动态的调试 而且它类似于source filter 声源滤波模型的架构呢 大大提升了整个类神经网路的可控性跟可解释性 而相比于原本的WFNet跟PWG 我们所提出的QBNet跟QBPWG 分别提升了音高的控制性 降低了模型的大小 同时保持了差不多语音生成的音质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你想要听更多的demo的声音 欢迎参考我们的demo page 然后如果你想要自己试一下QBNet跟QBPWG的话 我们也有释放出我们的source code 我们是用PyTorch去实现的 那一样在我们的demo page上面可以找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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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